那重心的偏移呢,是这样 呃,我们从前面呢,去看啊,我现在这个 哈美女不知道为什么出来,我们先看啊 他现在走路的时候啊,他那个重心都没有改变,有没有注意到 走路的时候其实重心,呃,应该会改变的,左右会移动啊 比如说你现在是,这只脚着地 你这个,骨盆应该就会 往这个方向去偏移,应该会有这样的动作啊 哦,原来是中文输入法的关系啊 好,那现在呢就是,呃 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另外就是呢,在走路的时候啊 当你两只脚都着地的时候,应该位置是最低的 然后当你呢,这个走路走到这个 一只脚抬到最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心 就是整个骨盆中心是最高的 这东西都要做出来,所以我现在呢,切到侧边 一个一个开始处理啊 呃,我们现在呢,先把我们那个观察的范围呢 设定在24格,这样子,一个loop 好,那我们现在先从这里看了,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选到的这个,呃,是这个 global control 我需要选的是global control OK,global control里面呢,我现在要设定啊 他在,呃,位移的时候啊,呃,这个clerker said 要先顺便把它打开来啊 位移的时候呢,在呃,第一格跟第24格呢,应该是最低的 第一格跟第24格 还有第12格,因为这都是脚刚好完全着地,有没有 所以应该是最低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位置呢,调一下 稍微低一点,不能太低啊,因为我这个已经调的好像已经有点 有点低了,所以大家就稍微,哦 那这边大家设负0.15好了 来个整数之类的,你不用跟我一样啊,这个 key select OK,呃,那我们现在呢,按这个句点跟逗点,可以在关键影格之间切换,有没有 所以呢,在呃,第12格也要设一样的,第24格也要设一样的 所以我这边可以用一个技巧,就是中键拖拉 中键拖拉呢,可以不改变画面嘛,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再key一次,key select 然后第24格,key select 好,可是它现在看起来好像高度都一样,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就是呃,人在最高,人在那个角,呃,完全离地的时候 应该是重心最高,这个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稍微调一下,像这样吧 -0点 就负,欸,就0就好了,OK 0 global control,key select OK,所以是第7格,是这个高度 然后呢,应该是,第18格也一样,你看这样 7,低,高,有没有 所以呢,你可以在第7格的时候,中键这样拉,拉到第18格 这样速度才够快哦 平常做东西的时候,常常都要用中键拖拉这个技巧 这样才会比较好 有没有看到这个高度的改变,有没有 好,再来呢,我们,呃,重心呢,除了修改这个高低的这个,呃,变化之外呢 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侧边看呢,我们先处理另外一件事情 好,就是角的那个角度的变化 好,呃,这个东西呢,应该是第11格 第12格 第24格要处理,为什么 因为这刚好都是角完全着地 所以呢,现在选到这个前角 呃,的控制器呢 我们现在调的是heal rotate x吧 有没有 前角着地 所以这边呢,可能给它一个负 负 负二十度可能太夸张了 负十度 ok,负十度看起来比较自然 所以这边呢,key select ok 那这边第一格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什么时候它又变成前角 第24格又是前角 好,所以你应该呢,就可以中键这样拉过来 然后再key select 不过这边有个问题呢,就是它着地的时候应该 像这个第7格是不是应该就是 是完全是0嘛,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要把它改成是0 ok 这个时候一定是0啊 然后再来就一定是第18格 不然就这样拖拉 哦,不对了,这时候是抬起来 7 对,没错,ok 好,所以现在这个是右脚控制器呢 算是处理完了 再来是左脚控制器 左脚控制器 现在选起来 我们现在看它这个是 后脚的时候 诶,我们刚刚另外一只脚 好像后脚没处理 对,它是后脚的时候要处理 右脚控制器 它是后脚的时候 所以我们应该让它的 这个Bull Rotate 要动一下 OK,Bull Rotate要动一下 OK 好,这边的Bull Rotate 我大概设个 30度 切到透视图 观察一下 OK 好 Key Select OK 这是第12格 可是呢 这个Bull Rotate 要注意就是 它其实 你现在这个 这个数值啊,其实 它前面不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 Bull Rotate大概 在 你这样设完以后 你可能要 看一下 什么时候它应该是0啊 这个时候是这样 然后 像这种时候 可能往前推个两格好了 从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 这边Bull Rotate 应该要0 所以我们可以让它有一段 平顺的变化好了 所以 这边Bull Rotate 设定 Key Select OK 所以你看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变化 OK 这段 当然是这个时候 应该可能它的Bull Rotate 应该也是要归0 先设一个0 好了 这边 OK OK Key Select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右脚控制器 OK 好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 当它是前脚的时候 它刚好脚跟着地的时候 应该是前脚的脚尖要抬起来 Bull Rotate都可以让它转一转 我现在不设这个好了 这个先不要设 OK 那我先设另外一只脚 另外一只脚 是我的 左脚控制器 啊 左脚控制器呢 呃 这边 呃 Bull Rotate先设 30 Key Select OK 然后 慢慢慢慢慢慢到这里来 它这个时候的Bull Rotate 应该要归0 OK Key Select 好 再来那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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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地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应该是 它的脚跟要抬起来 刚刚设的是多少 好像是10 Bull Rotate X 10 Bull Rotate X 10 Enter 诶 10 嗯 哦 应该是负的 打错字 负10 Enter OK 好 Key Select 可是它前面呢 其实应该这个地方是0 你要先射一下 追加一下 前面是0 Key 这里呢应该是 Heel Rotate 这边应该也是0 Key Select Key也都加上去算 OK OK 好 这个时候当然是Heel Rotate X 应该是要归0 Key Select OK 这个时候呢它的 Heel Rotate X 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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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应该是Bull Rotate OK Bull Rotate 剛剛是30度 OK Key Select OK OK 前面 前面 这个地方不可能有 設定 Key Select OK 然後你再按斗点 Orotate 这边也不太需要射 不过你高兴还是可以射一下 保险旗舰的话 OK OK 好像该设的都差不多了 其实有细节要调啊 那我们就是大概先把重点的姿势调出来而已 好 那这边呢先把GraphEdit叫出来 右脚控制器 左脚控制器 左脚控制器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 呃 要调的应该都是 呃 Rotate 有关的 像这边呢是Bull Rotate 一个是Heel Rotate 好 那 Bull Rotate跟Heel Rotate呢 这两个线呢 应该都是要设 这个Pulse的Infinity 不过我还是要先把Vue里面的Infinity打勾 这样你才看得到 打勾以后呢 那在Pulse的Infinity里面呢 设 cycle 循环 那这个也要设 cycle 循环 好 再来就是 呃 另外一只脚 好 另外一只脚选取以后呢 那再来是刚刚那个Global Control Global Control呢也是这样选了以后 它这边有一个Translate的Y嘛 它会一直像波浪状 高低高低 那这个东西呢也是要设cycle 诶 它已经cycle了 好 所以现在呢你可以把观察的范围呢 先调大 呃 写到透视图 看一下 这边呢可以把Renderer改成它 Quality Rendering OK 这边呢应该看到它就是 走路比原来呢大概又好一点点 虽然还有些东西没有调 不然从侧边看好了 哎哟 好像有东西怪怪的哦 看一下 哦哦 这只脚的循环开始有问题了 打开GraphEdit 哦没有我前面设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没有微调过 所以本来就是这样 诶可是 当它是前脚着地的时候 哦 哦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前脚着地的时候是什么 heal Rotate X 所以现在选到 然后这边heal Rotate X 看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 找地 这样子 OK 好看起来好像没错哦 好 从这边就开始错了 这是第十二个 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 好所以现在是错在哪边呢 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是不是需要再循环再key一个东西 三十六格 三十六格的时候 它的数值为什么会归零 其实它不应该归零的哦 对不对 不对 这一定有一个key是要 要 处理掉的 十二格 十八 二十四 二十四 是零没有错 这里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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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关系第三十六格 所以我把in key一个key好了 我现在选起这个控制器 heal Rotate X key个-10的key好了 -10 key select OK 哎哟 是不是这条线根本没有循环 有啊有循环 你可以看到其实下一个位置它又是错的哦 OK 我觉得你们先key我刚刚讲的好了 我觉得这一段 我看一下我哪边有弄错的 教程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 就是看了半天有点看不太出来的话 你可以先往后key哦 刚刚那个循环本来其实只有二十四格 我故意往后key 硬把它key出来那个线形 正确的线形 去观察 呃就是说它的那个线形应该怎么样才对 比如说它的Bot Rotate 或Heal Rotate 我可以硬往后key哦 本来是只要key二十四格吧 就是一个循环嘛 结果现在就是硬往后key 我大概就看得出它的线形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你两个控制器都选起来 然后呢去比对 这两个控制器同样的属性 它应该会刚好错开 你看我们现在呢 选这两个控制器 左脚跟右脚 然后我们去看它的 Heal Rotate X 跟Heal Rotate X 它刚好会变这样波浪型 两个错开 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知道答案到底 怎么样才是对的 那另外呢 像刚刚那个Bot Rotate也是一样 这样选 如果没有这样错开就是错了 有没有看到 应该一个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你看 有一个是这样子 有一个是这样子 有没有 那两个加在一起 Ctrl键按着不放 两个加在一起 应该就是刚好 高低是不是刚好要错开 才是对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现在其实大概就没问题了 我刚其实也是这样子修 才把它修出来的 所以这样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只是说往后走也没有问题呢 我们再看一下 把它改成这个好了 Default Quality Rendering 然后播放 好这有些东西还要再修啦 就是主要的姿势把它调出来 但是还是要修一些东西 对 好所以呃 这边呢 你 你等一下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啦 好 那 主要呢就是抓 这个 一个循环里面的 几个重点时间啊 第一个重点时间是前脚 第一格一定是前脚跟 着地 后脚 跟抬起来 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第二十四格一定就是 刚刚讲的 有没有 我现在这个好像引格被我拉的有点错开了 我还要再调一下 呃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最后一格一定又是一样 就是前脚跟着地 后脚跟抬起来 然后中间那一格呢一定是 一样的 就是 一样是这种前脚跟着地 后脚跟 抬起来 我现在这个会有点怪怪的 就是我刚刚拉的有点错开的 然后中间呢一定是 在第一跟第十二的中间一定是这种 两个角交错 有没有 十二跟二十四中间一定是这种两个角交错 这样子要解决 OK 赶快做完